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在上一部影片当中 我们介绍了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判别方法 还有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还有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 解以及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位置数的答案 什么数字带入这个位置数 可以让这个方程式左式以及右式的值等号成立 那它就是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再来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方法 我们介绍了第一种配方法 配方法就是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我们用配方法的技巧 把原本的题目形式改写成了 括号Px加Q的平方等于R 再利用平方根概念解题就好咯 所以只要整理存像T型1T型2T型3的这种形式 我们都可以轻松算出Ax的答案 我们来看看练习9 第一题 Ax乘括号Ax加3等于0 请问Ax的答案是多少呢 第二题 括号4Ax-2乘上括号2Ax加5等于0 请问这边的Ax答案又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等号左边的形式应该还蛮眼熟的吧 在第三单元的时候 音试分解 我们是不是都在做这样子的练习 那现在我们把它的后面 写上等于0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Ax的答案咯 那究竟要怎么样子推得Ax的答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解题方法 音试分解 我们把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运用音试分解的技巧 也就是提供音试 乘法公式 十字交乘法 这三个概念 把原本的题目形式 整理成了括号Ax-α 乘上括号Ax-β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Ax的答案了 那Ax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来想一下 两个东西相乘等于0 A乘以B等于0 你觉得A是多少 B是多少 我听见答案了 要码A等于0 或者B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大写A 就代表第一个括号Ax-α 这个大写B就代表第二个括号Ax-β 我们就把它写成 Ax-α等于0 或者Ax-β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推得得到Ax等于α或β 在这边α跟β是代表某一个数字 那如果我们得到的两个数字 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就代表重根的意思 就是重就是重复嘛 根字就是答案 所以答案重复了 我们再来看回到这个练习9 第一题 Ax乘上括号的Ax加3等于0 要码第一个Ax等于0 或者第二个Ax加3等于0 因此我们可以推得Ax的答案 等于0或-3 那我们在最后一句就可以写这个方程式的几 这个方程式的根等于0或-3 第二题 第二题 第一个括号是4Ax-2 所以4Ax-2等于0 或者第二个括号里面的代数是2Ax加5等于0 我们把一般的数字向右移动 我们把一般的数字向右移动 我们把这个-2 这个加5 把它向右移动 我们做移向的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4Ax等于2 或者2Ax等于-5 那接着呢 左边的式子再除以4倍 所以2除以数字4 我们就会得到2分之1 右边的2Ax等于-5 除以数字2 我们就会得到Ax等于-5 因此第二题的答案就是Ax等于2分之1 或者Ax等于-5 那这个方程式的解就是2分之1和负的2分之5 再来我们来根据因式分解的三个主要方法 这边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第一种方法提供因式 像这个题目 2Ax平方加3Ax等于0 我们可以发现 是不是都有乘上一倍的Ax 因为2Ax平方 就是2乘Ax乘Ax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Ax 也就是它的供因式Ax提出来 我们就可以把原本的题目 改写成Ax乘上括号2Ax加3等于0 那接下来你就会啦 Ax等于0 或者2Ax加3等于0 我们继续整理右边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哦 我们就可以得到Ax等于-2分之3 或0 那这就是这个2Ax平方加3Ax等于0的两个答案咯 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边的两个题目 运用提供因式的方法来解下列各一元二次方程式 第一题还有第二题 给各位10秒钟的时间思考 练习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我们可以提出供因式Ax 那Ax等于0或者3Ax-7等于0 所以Ax等于0或7分之3 第二题 我们可以发现 前后是不是都有乘上括号Ax-1 所以我们把Ax-1提出来 记得要括号哦 我们把括号Ax-1提出来 那剩下的数字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整理写成 中括号的小括号2Ax-3 减掉小括号Ax-2 然后再把它写好等于0 那中括号里面的两个小括号 我们把它做个整理 就可以得到Ax-1 所以原本的题目 我们把它写成了 括号Ax-1乘以 括号Ax-1等于0 那Ax就等于1或-1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这边就是我们练习时的两题答案 再来我们看一下练习时一 解括号2Ax-1乘以括号2Ax-3 等于括号2Ax-1乘上括号Ax-5 给各位同学10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好 到这边为止 就是刚刚有同学在解题的时候 很开心的就把左右两边的2Ax-1给除掉了吗 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如果今天我们遇到像这种形式长得像这样子的七星 因为等号左右两边 它们都乘上一个括号的Ax-4加B 对吗 那如果直接约掉的话 你歇歇看 是不是原本的题目就不是一元二次方程式了 它就会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式 理所当然我们算出来的Ax-4也只有一个 那很明确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完整的找出我们想要的答案 因此遇到练习十一这种题目 记得我们要先做一个整理哦 首先我们先利用一项法则 把等号右边两个小括号 把它搬到等号的左边去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结果 那前后再提出括号2Ax-1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是就跟练习时的第二小题一样啦 提出这个供应式以后呢 我们再整理中括号里面的数字 就可以得到 括号2Ax-1乘上括号Ax-2等于0 接下来就很简单嘛 2Ax-1等于0或者Ax-2等于0 所以Ax-1等于负二分之一或者负二 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因式分解的第二种方法 乘法公式 第一题还有第二题 给各位同学10秒钟的时间练习写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16Ax-1等于16Ax-2 我们可以再整理写成4Ax-2 那这个减1我们就可以写成减掉1的平方 那我们来对应一下哦 括号4Ax平方-1的平方 这个是我们学过乘法公式三个当中的平方差公式 对不对 也就是这边右上角我给各位同学提示的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整理写成 括号4Ax-1乘上括号4Ax-1等于0 那下一行就很好写咯 4Ax-1等于0或者4Ax-1等于0 所以Ax等于负的四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小题 9Ax-2加12Ax-4等于0 这个9Ax-2以及第三项的加4 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A和B嘛 那因为一次项的性质符号为正 我们用的是和的平方公式 我们把原本的题目整理写成了 括号3Ax平方加2乘以3Ax乘以2 加上2的平方等于0 我们就运用和的平方公式 把等号的左边整理写成了 括号3Ax加2的平方等于0 所以括号3Ax加2乘以括号3Ax加2等于0 3Ax加2等于0或者3Ax加2等于0 Ax等于负三分之二或者Ax等于负三分之二 这边出现了什么 两个答案一模一样 刚刚提到α等于β的情况 那因为方程式的两个答案都是负三分之二 我们就会把它写成 Ax等于负三分之二 括号重根 接着我们来练习 这一题 这边的练习十二有两个小题目 给各位同学十秒钟的时间 思考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25Ax平方减16等于0 很好 我们用的就是平方差公式 所以25Ax平方可以写成括号5Ax的二次方 再减掉4的二次方 平方差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项加第二项 乘以第一项减第二项 括号的5Ax加4 乘以括号的5Ax减4等于0 那5Ax加4等于0 或者5Ax减4等于0 所以Ax就等于负的五分之四 或者五分之四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小题 4Ax平方减12Ax加9等于0 4Ax平方我们可以再整理写成括号2Ax平方 很好 加9我们就写成加3 所以原本的题目把它改写成了 括号2Ax平方减2乘以2Ax乘以3加上3的平方等于0 因为一次项的性质符号为负 我们用的是X的平方公式 等号的左边就可以被改写成括号2Ax减3的平方等于0 所以Ax就等于2分之三括号重根 好 这边就是练习2的两题答案 接着我们继续练习音试分解的第三种方法 十字教程法 Ax平方减3Ax加2等于0 我们可以运用十字教程法的技巧 把它写成括号Ax减1乘以括号Ax减2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Ax减1等于0或者Ax减2等于0 Ax等于1或2 接着我们来运用十字教程法的技巧 减2Ax平方减13Ax加15等于0 这边给各位同学十秒钟的时间练习解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13 我们写出来的实质教程法 结果应该像上面这个样子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再把原本的题目改写成 括号Ax减5乘以括号2Ax减3等于0 因此Ax等于5或2分之3 好 那我们这边来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学过的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方法 目前提过了配方法 还有因式分解 那第三个就是公式解 练习14 利用配方法解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这边给各位同学十秒钟的时间练习写写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利用配方法解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首先我们把这个常数项加C 利用一项法则移到等号的右边 所以我们写成了减C 接着我们再把Ax二次项的系数A 就是为了让它的系数变成一倍 我们把每一项都除以A倍 所以就写成了Ax平方加A分之Bx等于负A分之C 再来我们补上配方法 应该要补的第三项数字 所以左右两边同时加上2A分之B 括号平方 为什么是2A分之B呢 还记得我们的一次项是不是应该是加2Bx 所以既然是两倍 我们是不是就要在A分之B里面提出两倍 那既然是两倍 就是我们要把A分之B除以2 所以就会得到2A分之B 那等号的左边就很好整理啦 我们就把它写成括号Ax加2A分之B的平方 至于右边的部分 不用怀疑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小心的 把指数展开 然后呢做通分整理的动作 所以整理完毕以后 应该是会得到括号Ax加2A分之B的平方 对不对 因此 左二两边同时开根号 我们可以得到 Ax加2A分之B等于正负的2A分之B平方 减4AC 有没有看到红色这边 因为根号的4A平方会等于2A嘛 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理咯 是不是这边还留有一个加2A分之B 我们必须把它移到等号的左边 所以Ax等于负2A分之B 加减2A分之根号B平方减4AC 分5都是2A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Ax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非常棒 这个就是我们公式减的结果 什么是公式减呢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基本形式 长得都像是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我们运用配方法的技巧 很有耐心的把它整理写成了 Ax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这个ABC都是二次项一次项以及常数项的系数 等于说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一元二次方程式的三个系数 我们直接带入它的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得到Ax的答案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公式减 运用配方法的技巧 我们把一元二次方程式整理成 Ax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那这边判别是B平方减4AC 也就是根号里面的数字 如果根号里面放一个正数 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没有问题嘛 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所以答案会有不同的两根 那如果B平方减4AC刚好等于0呢 根号0加减根号0 那就是Ax会等于负2A分之B 也就是重根的情况 那第三种 如果根号里面的B平方减4AC是一个负数 那这边的一元二次方程式就是五解 没有答案我们算不出来 我们来看看练习15 利用公式解 解Ax平方加8Ax加12等于0 各位同学有找出系数ABC吗 二次项的系数 1 一次项的系数 8 常数项的数字 数字C 也就是12 所以ABC把它写下来之后 我们先用判别式做一个简单的判别 B平方减4AC等于8的平方减4乘1乘12 8864 64减掉48等于16 数字16大于0吗 还记得吗 大于0 相义两根 我们可以直接把刚刚算到的16 我们可以直接把刚刚算到的16直接带进根号里面 然后AK4就会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16 A跟B我们再把它换一下哦 所以 我们就可以写成 AK4等于2乘1 分之负B加减根号16 根号16就等于数字4 所以负8加4 负8减4 我们就可以分开得到两种不同的答案了 AK4等于负2或者负6 好 关于这边这个部分 各位同学可以再多多练习哦